上次那段影片我就說到 如果遇到很多個位的加數要怎樣加 學了這次之後 其實就已經很無敵了 這次再說多一點 遇到如果有幾個數相加的話 我們可以怎樣加 當然最原始的方法 就逐個數加 先拿這兩個出來 34加91 4加1是5 3加9是12 然後再拉一個數下來 570 5加0是5 2加7是9 1加5是6 然後再拉第三個數下來 加18 8加5是13 9加1是10 11 6加1是7 那就會計到713 那 這個當然可以計到 答案 但是有些人就會嚴慢 想計得快一點點 那可以怎樣計呢 那基本上都是 都是舊東西 都是舊招 先計個位 一個位加完之後 再計十位 那就好像念口王要背口訣 4加1 就5 5加0 之後也是5 5加8 就13 對啦 那就進一位 那 然後 在10位 大家都可以念口王 3加9 12 12加7 就19 19加1 22 10加1 21 但是有時候呢 如果大家 眼明手快 就會看得出 要找到那些10的組合 我說的是什麼呢 就好像這裡 我所指出的 3 加7 就是一個10 而另外 在這裡 9 加1 又是10 那 這裡 一個10 這裡一個10 那就 我告訴大家 這裡一個10 然後 3加7 又是10 這裡加上20 再加上這個1 那就變成21 21 那5什麼都沒有 但是要加2 那就7 7 8 1 13 那 見仁見智 有人 如果 逐個數 拉出來快的話 那 可以逐個數 拉出來計 那 如果 覺得這種方便的 也可以用這種的 那 那就 做多一條 好像這一條 那 對 大家又要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眼明手快 好像這裡 9 加1 一個10 7 加3 又一個10 那這裡已經20了 加上這個6 那就 26 在這裡寫個2 然後 我們繼續 4 加6 對了 那這裡有一個10 那其他沒有10呢 那就要慢慢加了 10 加5 就15 15加0 都是15 對了 15加1 就16 16加2 就1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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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加1 10 對了 我們繼續吧 今次 可以三個數字 如果大家看得快的話 3 加2 是5 那5加5 都是10 那這裡一個10 這樣吧 第二個10 連進位都可以拿來調票的 就9 加1 加這個1 那就10 這裡有兩個10 那加起來 就22 22 拿個2出來 那這次 沒有了 沒有東西搞了 5加7 就12 12加2 就14 那14 那 這個1 一直都沒有 但是要加上這個盡位 那就變了2 那答案就是 24286 那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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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 日後 如果大家看到有很多數字加起來 可以嘗試用一下這一招 那 加法到這裡 就大功告成 恭喜各位